远通老师被骂在抢钱 今天台中又有一位先生投诉说 每天从丰园到台中来回21.2公里 那远通前20公里免费 所以他要交用路费大概是一块钱 因为装e-tag到超市去交的话 手续费就五块钱 我只要付一块钱 手续费是五块钱 是我该付的费用的五倍 所以当然是付的不甘愿 就算想省手续费到远通直营门市去交 但是全台湾26间 台中只有四间 四间里面有三间还在休息站上面 你还得再上高速公里去交吗 他算一算有钱 如果特地去交的话 怎么样算 怎么算都不合 e-tag争议又一状 台中一名用路人投诉 他每天从丰园到台中上班 来回21.2公里 远通前20公里免费 所以他要缴交用路费一元 但他到超商缴费 手续费就要五元 让他大批难道远通是在抢钱吗 每天为了这一块钱 要多角的手续费五块钱 感觉像很像在坑人 他甚至跟我讲说 这个高利贷也没有这么高的 这个是500%的高利贷吗 用路费一元 手续费却要五元 这名先生因为没有装e-tag 只能到超商缴费 但如果想到远通门市缴交 全台26间的直营门市 台中四间 有三间就在休息站上 一间在文心路上 特地前往 他算一算有钱 怎么算都不合理 不要变成好像变相绑架 威胁 大家要来装e-tag 我觉得这更应该 好好来谴责一下远通 手续费比用路费还要贵 民众缴费 降生手续费 却得再多出一笔油钱 民众怎么算都不划算 难免让人觉得远通是 四要钱 记得连远兵黄建昭 台中采访报导